今天为你分享的文章 命里的钱都是有定数的 先来看一个小故事 当一堆人为了一块金子 挣得头破血流时 有人转身拿起一块钻石走了 抢金子的那帮人 不是没有能力去抢钻石 而是自始至终都不知道 还有比金子更值钱的东西 未曾见过大海 就以为眼前的小河是最广阔的 不时得沉香木 便认为那是不值钱的破木头 知识大V 沈小星说 认知的方向决定了赚钱的方向 认知的高度决定了赚钱的厚度 人这一辈子 命里的钱其实都是有定数的 思维上的通透与闭塞 决定了物质上的富足与匮乏 一个人很难做好思维模式外的事 更难赚到超出认知范畴的钱 即便一时侥幸拥有 也可能会在不远的未来 因为驾驭不了而失去 前段时间一则 浙江前女首富周小光旗下股票 被终止上市的消息 引发全网唏嘘 周小光是曾经的义乌视频女王 她初中毕业 用二十元本钱起家 以三百三十亿身家闯进 胡润百富榜 因为励志传奇的人生经历 以她为原型改编了影视剧 《七毛飞上天》 然而不到三年的时间 她构建的商业帝国便迅速崩塌 背负三百多亿巨债 房产被执行拍卖 股票退市 个人被列为老赖 造富传奇黯然落幕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在靠卖饰品立稳脚跟以后 周小光便不再专心经营主业 一心想着一本万利猛赚一把 于是她野心勃勃地将目光 投向了其他的行业 一口气涉足了零售业 农业 房地产 投资 商贸等多个领域 一开始多元化的经营 确实让她收入倍增 然而疯狂扩张的背后 却潜藏着不堪承受的负债 最终周小光被债务压垮了 没能守住飘摇的财富大厦 眼看她从乘风而起 到一地鸡毛 不由地想起了一句话 你所亏的每一分钱 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缺陷 经济上的贫穷 从来不是阻碍一个人 发展的真正原因 思维上的困顿 才是坐紧自负的牢笼 认知水平低的人 看问题会过于主观 很容易被眼前的利益蒙蔽双眼 反受其累 一辈子为之买单 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面 用长远的目光看待当下 才有可能品尝到成功的滋味 有句话说得很扎心 财富永远都会流向最匹配他的人 就是那些高认知的人 认知影响选择 选择改变人生 一个把认知思维扩展到极致的人 不是他去赚钱 而是钱来主动找他 随着居家健身的需求日益增加 刘更宏趁势崛起 成了健身领域的名人 其实在他之前 就有一个风靡全球的 顶级网红教练 帕梅拉 帕梅拉的爆火并非一时运气 和他的认知层次 有着极大的关系 15岁时 他走上健身之路 每天坚持分享健身日常 他也明白 单纯秀身材不会长久 只有给大家带来收获 才能吸引更多的关注 于是他主动调整健身方式 为没时间 每次进去健身房的人 设计出了一套健身方案 一张瑜伽店 一个矿泉水平 就能随时随地地动起了 一时间 大批粉丝蜂拥而来 而帕梅拉反而更加清醒 未长久立足于行业 他针对没有基础的小白 和有过经验的达人 针对性地进行指导 除了教健身 他还给粉丝设计 减吃餐 全方位帮助他们 帕梅拉更是把影响力 扩展到了更多的领域 出书 演讲 分享健身心得与生活方式 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个人品牌 很快 年纪轻轻的他 便登上了福布斯杂志的封面 商业版图 也遍地开花 在某次演讲中 帕拉梅说 在生活中 有时你会在一个正确的时间 到达一个正确的节点 如果你在这个特定的时刻 不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 不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 这个机会就会永远消失了 他的成功心得 与企业家沃尔森提出的 沃尔森法则不谋而合 你能得到什么 往往取决于你知道了什么 思维单一的人 困于认知闭环 即便拼命求索 也很难改变命运 认知越深刻 越了解世界 才能抓住一闪而过的机遇 转化为现实的资本 《月签》一书中 有这样一段话 高手并不是能力比我们强 智商比我们高 定力比我们好 只是因为他们思考比我们深 见识比我们广 他们看到了更大的系统 努力决定下线 认知决定上线 真正厉害的人 懂得向内深化思维 向外打开认知 不断拓宽认知范围 培养洞穿事物本质的能力 从而驾驭生活 抓住命中的财富 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 不要自我设限 电视剧《人事间》中 周炳坤读书不多 只能被动地在酱油厂里 拿着微薄的鲜水混日子 好在他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 提升眼界 当周遭人还在德国且过 他率先发掘场子的效益划颇严重 于是果断丢掉了铁饭碗 选择到没有编制的饭店工作 在那里周炳坤很快 获得了丰厚的报酬 长道学习的甜头后 他不给自己设限 持续打破认知检防 很快目光敏锐的他 从堆积成山的书籍里 看到了商机 从一个打工者成长为创业者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纪录片《成为沃伦巴菲特》中 有一句话 一个人的一生 如果想要获得过人的成就 注定与读书和终身学习 形影不离 一个人的成长速度 决定了他的认知高度 更影响着他的赚钱速度 只有掌握足够多的知识 才能增长见识 提升认知 看清问题的本质 多接触优秀的圈子 打破认知闭环 高龄资本创始人张磊说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与谁同行 比要去的远方更重要 所处的圈子决定了一个人 会以什么样的角度看世界 领英专栏作家康尼 曾经是北京某知名高中的 垫底学生 为了实现逆袭 他主动靠近学霸 在他们的带动下 最终以全市第五名的成绩 考入北大 毕业后 他先是进入全球顶尖的 制造巨头公司 而后又踏入商学院 华丽转身成立咨询公司 职场二十年 康尼正是依靠进入不同的圈子 从而带来了持续高质的认知成长 最终一步步获得了想要的资源 去到了更高的高度 有句话说得好 和谁在一起 会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打破认知壁垒 向更高阶的圈子迈进 是普通人拥抱财富 升级人生的最优路径 培养深度思考能力 内化并行动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 曾多次表示 认知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思考恰恰是认知的重要来源 他就是一个深度思考的收益者 有人统计 从09年到2015年的2300多天里 张一鸣坚持不懈地 在微博上留下过2800多条动态 作为旁观者 我们清楚知道 这些动态是他完成自我反省 迭代认知的很好方式 当思考内化为认知 并不断立时恋心 也会越发游刃有余地思考 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网上曾经有一个很火的问题 赚钱靠的是什么呢 底下有个高赞回答 你赚的每一分钱 其实都是成长的变现 认知的变现 思维模式的变现 曾经的我们 以为只有拼聪明 拼勤奋就能赚到钱 但越长大越发现 现实面前 每个人命中的钱 都是有定数的 它完全取决于 一个人的眼界和认知 认知贫穷者 困于贫穷 认知风赢者 风赢人生 愿你我都能在 只此一次的人生中 用不断升级的认知 赚取 本就属于自己的财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vu